上面八卦,下面八卦,重卦 它就有64卦的组合 这64卦的组合命名 我们就不会用前队黎正这么难背的名字 我们会用自然意象天则火雷 这样的名字 去做命名 现在就要跟各位解释64卦的行义 还有它的卦名联想 那怎么去记忆 为了求教学的效率 我就不用传统的卦序 我自己重新编排 分别用重卦 形状的联想 意义的对比 表象的联想 卦语的联想 做解释 第一个是重卦 这个非常简单 前卦 两个都是天 对卦 上卦下卦 都是折 这个就不用再解释了 这个就是上面下面都是一样的 形状联想 这些的卦 这些的卦 是有些形状联想 比较好记 例如 鱼 跟四克 鱼 看起来 从这个卦像 好像一个大嘴巴 中间空空的 四克 看起来像大嘴巴 可是中间有 横 一杠 大嘴巴 所以是四克 这个我之后会解释 顶 看起来是上面是一个圆圈 下面有两只脚 好像是一个顶 大过小过 你把它看成是一栋 楼房 大过的楼房 上面下面 很虚 快要倒了 小过的楼房 是比较不会倒 所以大过 大超过 小过 有一点超过 小序 大序 中五 你看中间 好像有口袋 先看中间的大序 大序上面有两个口袋 这上面的人 赚的 非常多 小序呢 赚的少一点 只有口袋 就一个 很小 中辅呢 口袋放在中间 上面下面都各有一个口袋 所以 中辅 接下来是一一的对比 例如 匹挂跟泰挂 两个匹起泰来 上下颠倒 翼挂跟筍挂 翼挂 底下多了一点 笋挂 上面多了一点 这个以后我会跟你解释 大油跟铜仁 火跟天 两个对调 腹跟波 你看这个羊 一个在最底下 一个在最上面 笔跟丝 这个羊 一个在五楼 一个在二楼 一一都不一样 济济未济 水火 互相颠倒 静 静 跟明语 火在上 还有火在下 一一完全颠倒 关 还有身 地在下 还有地在上 一一完全不一样 表相联想 表相联想 铅 山在下面 骨 山在上面 代表意义不一样 铝 山在下面 上面有火 不一样的景象 壁 山在上面 盾 山在下面 隔 火在下面 简 山在下面 这种表相 也可以去做联想 接下来是 卦翼的联想 这卦翼的联想 因为无法分裂 但是从 这个卦 所代表的自然印象 也可以推演出来 这个以后我会跟你解释 接下来 开始 讲 仇卦 钱对 黎正 逊康 跟坤 前 上天下天 前为天 对 上则下则 对为则 离 上火下火 离为火 这重卦就会加强了 这一个 自然印象的 力量 正 上雷下雷 正为雷 迅 上风下风 迅为风 坎 上水下水 坎为水 更 上山下山 更为山 坤 上地下地 坤为地 这窗卦 很好记 接下来就是 形状联想 上面是山 下面是雷 山雷 鱼 这个鱼要怎么去解释呢 怎么去记忆呢 你看这个鱼 看起来像一个大嘴巴 嘴巴就张得大大 所以他可见这个卦 是跟饮食 一样有关 一样嘛 所以山雷 鱼 火雷 四克 你看 这个上面是一个大嘴巴 可是呢 中间 有一个硬硬的东西 梗在 喉咙 或是梗在嘴巴的中间 如梗在喉 所以你在咬东西的时候 就会咬到 就会咔嚓咔嚓的 响 你可以把它响成 四克四克的响 所以火雷 四克 火峰 顶 这个 卦的卦像 上面 看起来是一个 顶的 口嘛 装东西 下面 下面有两只脚 所以看起来是 一座顶 那你也可以联想 这个顶的时候要烧东西啊 所以 火在烧啊 然后风在吹啊 顶火就会更旺 火峰顶 风火 家人 这个风火家人怎么备呢 你看 这个上面是风 下面是火 就好像家里在 烧柴 煮菜一样啊 所以你这柴火 要有火 而且旁边要有人吹风 这火就会更旺 这煮菜才会好吃 所以风火 家人卦 折风 大锅 还有雷山 小锅 这两个 我先把它放在一起 先让你感受一下 这个折风大锅 这个锅 看起来好像是一栋大楼 可是它的地基不稳 上面下面一个音 所以很容易会倾倒 大大的超过 这个小锅呢 地基有点稳 上面两个音 所以只是小小的超过而已 好 所以折风 大锅 这样就很好记了 为什么 因为 它上面 跟下面 就是很虚啊 一阵就倒了 那雷山 小锅 因为它总比大锅还要稳一点 至少有两个音撑着 所以只是小小超过而已 你用形状来记忆 比背这个雷山小锅还要快 大序 小序 中 这怎么来背呢 你就从 上面是君王 下面是人民 这样来思考 上挂是君王的话 你看 这个君王 中间有两个音 看起来是口袋 这个口袋里面装的东西 全部都给君王了 全部都给君王了 所以君王当然是大序啊 大大的积序 那中间小序呢 君王 只有一个口袋而已啊 所以装的钱比较少 所以就小序 小小的积序 最右边的中幅呢 那这口袋 平均分别 分给 上面的君王跟下面的人民 所以就中幅 所以三天 大序 这口袋 都偏向于君王 他得了太多了 那你也可以想 三天为什么会是大序 因为 山 在上面 天在下面 那不得了了 山 压着天 那天里面有 底下包含多少万物啊 所以这简直是大大的序基 风天 小序 那刚刚我说了 君王在上面只得到一个口袋啊 所以他就小小的积序 那你从挂象也可以想 流动的风 包含着天 怎么包也不比山还大 因为会流走嘛 所以只能留一些小小的积序 所以风天小序 风则 中幅 那这个中幅 你帮他想一想 他本身 中间 的两个口袋 各分给上面下面 很平均 所以中幅 那你也可以思考 风则中幅 风 吹着水 在水面 引起了涟漪 中幅 接下来是意义的对比 天地 地天 两边颠倒 意义完全不一样 天地 匹 因为 天往上 地往下 天地不通 所以匹 那两个颠倒呢 地天 太 因为 天往上 地往下 两个就交合 太平了 所以地天 太 风雷意 三则 笋 这个有时候很难背 但是指点以后 你就很好背了 你现在要 从 底下的人民的立场来想这件事情 意 就是人民得意 笋 就是人民有笋 你现在这么想 那么意义呢 你看看这个口袋 大部分都落到底下去 二三四楼三个阴 这个形成的口袋 都弄到底下的人民嘛 所以人民受益 上面的君王当然受损啊 所以这是意卦 那笋呢 你这口袋都落到上面的君王去了啊 所以人民受损 君王受益嘛 所以这是笋卦 以人民来看的话 他是笋 所以风雷 意 因为 从人民来看的话 他所得到的钱 大部分都倾向于下面 所以 这就是意卦 三则 笋 从人民的立场来看的话 这些的 收获 全部都在 上面 是底下的人 损失的 让上面获益 所以这是笋卦 火天大有 跟天火同仁 两个意思都很不错 因为火是光明的 天是盛大 所以火天 大有卦 大大的所有 天火 同仁卦 其心尽力 地雷附 跟三地波 这两个卦象 不一样的地方是 一楼的羊 对应到 六楼的羊 所以一楼的羊 在这个动道的来说 是他刚刚开始生长 可是 如果在六楼呢 也就是说 他几乎到了尽头了 所以 地雷 腹 这个腹 就是 一阳生 你要想成 开始有转机嘛 回春生机 腹法 恢复 地雷腹 三地 波 那这个波 全部都是阴险的小人 一直逼着 六楼 这个羊 这个正冷君子 所以就好像 快把他 弹出去一样 三地 波 水地 比 因为 水本来就贴着地面 所以比 就是 清净 临近的关系嘛 非常亲密的关系 所以水地 比 地水 湿 也就是说 底下是水险 那整个的 大楼 主帅 只有二楼这个男生 他是大将军 所以 兵 本来就不厌诈嘛 本来也是一个风险的 事情啊 所以 二楼将军 趁着水险 就开始出湿 出阵 水火 济济 火水未济 水往下 火往上 大功告成 融合为意 济济 右边呢 火往上水往下 水火不相容 事情还没完成 未济 所以水火 济济 你这样想就比较容易了 火水 火水分开 未济 火地 静 地火明以 火在地的上面 那是光明的 火在地的下面 那是阴暗的 无光的 所以火地 静 那你把他想成 晚上的 營火一样 是光明的 麻烦的是 地火 明以 因为 广大地 暴露着火 火几乎是暗淡无光 地火明以 风地 关 地风 升 风在地上 风往下走 风在地下 风往上升 风地 关 风在上面 它一直在地上 飘来飘去 所以在观察的底下 在风地 关 地风 升 因为 这个风 在底下 它慢慢地 浮上去 我们一般来说 风 跟木 是同属性的 所以木 在地底下 慢慢地生长上去 所以 地风 升 接下来是 表象的联想 折天 怪 你不觉得这一怪很奇怪吗 全部都是羊 就是上面那个阴 所以可见上面那个阴险的小人 他脾气也很古怪嘛 你也可以这么想 那你也可以想 五个羊 决心 要把 要把 上面那个六楼的阴 去除 这个决定的绝 就是这个怪 的偏旁 这样也比较好记 第3 千 因为 地在上面 山竟然 屈居在地的下面 山那么高 在地的下面 真的很谦逊的 所以是第3 千 山风 谷 你可以这么想 山在上面 挡着 风吹到山这边 就被山挡着了 挡到 很久以后 不流通啊 不流通以后 就会长虫啊 所以 山风 谷 火山 旅 个山火 壁 火在上面 烧 火在下面 烤 两个不一样的意思 火山 旅 夏天了 火会烧群山 不断的烧 不断的烧 就好像 旅人 不断的到各处去旅行一样 所以火山 旅 山火 壁 这不一样的感觉了 壁 你可以把它讲成装饰的式 所以 底下有火 烤着上面的石头 所以 他很可能就会烤出一些的纹路 你可以想成 太阳落山 那夕阳是非常灿烂的 就好像这些文士一样非常的灿烂 所以 山火 壁 天山 盾 为什么 为什么要盾 他只有两个阴呢 可是这两个阴 开始萌芽 就会让上面 四楼的阳 这些君子 开始受不了 所以君子 做的 事情 直接 跑比较快 加上天 是往上的 所以天山 盾 水 摺地 脆 这很好理解 地上有水 当然就会万物生长 树木生长 摺地 脆 摺水 困 摺 底下有水 也很麻烦 因为这些水 聚集到 摺的底下 他就没办法动了 他就会困在那里 慢慢的就会 枯竭了 所以 摺水 困 摺 摺火 鸽 鸽 鸽 为什么是鸽呢 因为 摺跟火 是代表两种不同力量 如果 摺 过大的话 水更多的话 他会把火灭了 底下的火 火是要很 很大的话 他会把上面的水 弄干了 所以 摺跟火 两方的势力 如果一方 比另外一方 势力还大的话 就会起革命 所以叫 摺火 鸽 水天 虚 这很好理解 上面有水 下面是天 水在上面要下雨 可是底下的天挡着 你还下不来 你需要 还没有达到 所以水天 虚 水山 简 走路很难 因为上面是水 下到下面的山上 山路全部都是水 你很难走路 雷天 大壮 这很好理解 上面是雷 打雷 透过天 的扩大 大壮 接下来是 卦翼的联想 天者 旅 天走在折上 一步一步的走 小心的走 因为是在水上 天雷 无望 因为 上面是天 下面打雷 这是自然的现象 不会有事的 无望 而且不会乱的 天雷无望 天风 垢 因为上面有天 下面风在吹 会有意外相遇的时候 风是到处在飘的 所以天风 垢 天水 送 因为天 是往上 水 是往下的 两个意见不一样 很容易起真子 天水 送 哲雷 水 上面是哲 少女 下面是雷 长男 柔顺 随着 阳刚 你就这么记吧 雷哲 龟妹 这个龟妹 是历史的事实 是商朝的帝宜 包妹 嫁给作文王 所以 你就用这样记吧 他是用历史的事实 定这个卦名 哲三 咸 上面是哲 下面是山 上面是少女 下面是少男 两个年纪一样 所以可以共鸣感通 火则 魁 因为 上面 是赤女 下面是少女 两女共处于事 意见经常不合 魁 吵架 火则 魁 雷火 上面打雷 下面再加上火事 就更胜大了 雷火 风 雷风 横 上面打雷 下面有风 这个现象 很惨不变 雷动风水 所以雷火 风 横 水雷 屯 上面有水 底下雷再怎么打 都懵懵的 没什么壮大的声音 屯在那里没办法动 所以水雷 屯 雷水 解 你想想 上面打雷 下面有水 事情就解了 自然现象 所以雷水解 雷地 玉 那因为玉 在古代有大的意思 而且并 并没有对 事物有任何损伤 所以上面打雷 到底下 到地上 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雷地 玉 风水 幻 因为 风在上面 水下下面 各行其事 而且风在吹 容易离散 所以叫风水 幻 水风 井 就是要想象 上面有水 下面这个风 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木 所以这些木桶在底下 上面 折在底下 水一直流到底下的折 不能流太多 因为折本身的空间有限 你要有节制 所以水折 结 山水 蒙 山上面挡着 结果水流到这里就受阻了 有被山遮蔽 蒙昧的感觉 所以山水 蒙 地则 零 这个地在上面 则在下面 地高 然后则 很谦卑 所以地 会居高临下 有一种监督管理 临近的感觉 所以地则 零 地下 零 结果水流 费 沙 地下 游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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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